香港人和民主的解散 主要是肯定的制度 最大的研發 這個制度就是為了保護消數牌 令他們可以自水流的 實惠性的選舉 多種的確保障性 在香港的課 但主要派遇的制度 會不會是正確保障性的 同樣的 那麼消數牌 就是要保護消數牌 他們正規能夠保護消數牌的做法 那麼利益 如果消數牌的代表不準確 會有免得正確保障以待之 那會變成這個五消數牌 在外國 如果有人準確保障 選擇體制度 通常都會 跟其他這個部位 或者是所屬性的 都會這樣頂上的 那就是真正民主力 和機制的精神 真正公共的消數牌 而功能組的理由 會有權力會計 為什麼 因為功能組的 為何會有科屬性的民主牌 只有真正的民主牌 才會有侯區公額 所以大家看到水面區公額 民主都是沒有參與 因為他們已經奉獲了我 已經是建制第一 其實人頭到尾 政府用體制度 主要就是封殺民主牌 封殺公額 根本就是在議會裏面 沒有反對的聲音 一個民主在一個 能夠講 你能夠無恥 民主不官的制度 令我們不再負貧 不重視基本法 給香港市民投票 去參政權 既然你那麼不安道理 那麼衝動我們 我們的權力 就是逼我們七一 都要上街抗爭 如果可以用到 我們全國大全 攻擊陳偉業議員的落差 七一條牌 有什麼意外 就是你能說的造成 因為是你先 跟我們上街抗爭 抗爭 跟我們一起 其實 好 下去了 方平先生